Hello 大家好 今次影片就介紹日版最新的超獸神祭角色就是潘朵拉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潘朵拉每個遊戲都是頗強的 例如PAD那些 我覺得這個角色在神話異常我也不太覺得特別突出 但我不知為何這麼多遊戲都將它設定為大魔王 其實潘朵拉的消息一出 以及昨天官方的Youtube影片一出 即是既經四座 各方都驚訝 我自己覺得它也有一點點問題 但是不是去到失平衡呢? 我覺得很厲害 但仍然會有一點點限制 今次的影片就跟大家看看官方的影片 那我就用自己的能力告訴大家 首先我們說一下進化 進化就是這個蘇雷M 超反重力 超反重力 這個技能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看吧 當然我們飛吧 這個慢動作不要我們由頭看一次 又可以示範一次 那就撞吧 你可以這樣快看一次 這樣可以看到回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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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現在我再說一下這個聚能 聚能這個字 你有玩過FF都知道這個 這個魔法 魔法的意思就是吸血 吸血的意思是很簡單 即是你撞一下就吸少少 吸多少呢? 那真的不知道 因為官方的示範片非常棒 它滿血地示範吸血 完全不知道是吸多少 吸血這個其次 待會再說 慢動作重播一次 慢動作 留意這裏有一個 第一下有速度 這個字架的速度 簡單來說 超反重是什麼意思 超反重首先它有反重的意思 以及它撞到第一隻反重怪 有重力怪的時候 它就可以加一次速 由這個影片所見這個加速 我覺得應該是近次少加速 即是你預計它加少少速 簡單來說這隻的被動是反重素雷 對 反重素雷 加吸血 其實吸血 其實吸血 其實吸血是 我看看它之後會不會再示範 它滿血這樣怎麼看呢? 說真的 我看看這裡 這裡人家用爆炸撞它 沒有關係 這個問題是 吸血吸多少是很重要 但問題是我不知道它吸到多少 因為官方的影片你滿血吸血鬼知嗎? 吸血某程度上 絕對比回復方便 假設血量回復是一樣 但我覺得應該是 不會有回復的血量那麼多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你的被動是回復 你是需要撞到自己有的 有時的位置 位置、黑洞、重力問題 水天你就未必撞到完 吸血就方便了 你只不過是把自己撞到怪裡 相對你要撞到有的難度 我想是低很多 而且你看到這條影片裡面 它成汗回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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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很多血 但回幾多是一個很關鍵的數字 但我相信如果它 都應該我覺得 因為我真的猜不到 我猜不到它回幾多 但應該整體上 我覺得是會給回復好用一點 實際上真的要實測 那這裡就 有情記 有情記 又是癡馬筋 周圍六下爆炸 你可以看到有威力 威力 威力 本身有撞到少少 我猜到二十多三十萬 也挺高 也挺高 但是我覺得 這個爆炸 就 嗯 這個爆炸 如果你說打青小怪來說 就不算是極度好用 因為它的威力 你看到是不足以殺到小怪 首先一擊 那 那 二例就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這個爆炸 這個爆炸其實也很厲害 說真的 但我覺得它是打黃會很厲害 因為黃 我想它的爆炸類似水爆絕 這樣重複爆炸 應該是這樣計 所以說 判定上 如果一隻黃有兩個 判定的話 你這樣炸 我當是右邊這邊這樣炸 一隻不動明王 可能它不動明王就這樣 這裡已經有兩個判定左右 兩三個 如果你買的話 其實這樣一炸 我相信這隻打黃是很厲害的 但是你說 就這樣 肉眼所見 其實清小怪也很厲害 這個狗正 其實這樣看 我覺得都可以 只不過它的確 單發威力上就無法清小怪 可以這樣說 但是由於爆炸這個 沒有任何小怪 沒有任何小怪 例如導引吸收怪 防雷罩等等 都是黑制不到你這個爆炸 所以是 OK的 絕對OK的 暫時你看到它的被動 和有情技 都是絕對合格以上的 這個爆炸 也厲害 其實六下幾十萬 其實說真的也厲害 這個也厲害 好 我們就飛去看這個 蘇雷M 蘇雷M 蘇雷M沒什麼特別好看 簡單來說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先看看 再看一次 7471 8471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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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1回1千多 怎麼這麼瘋啊 7471 1回1千 接近1千3 很誇張 7471 再看一次 7471 7471 這邊真的要慢看 此次馬 速度 0.25 7471 106 我們慢慢看 我一定要他回到多少 快一點點 3 第三次你都還沒聚佬蘭 你是不是這樣 好了 7471 為什麼7471突然是7471 7471 即是都800 7471都900 很辛苦 都800 8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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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420 即是400 8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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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奇怪 為什麼一段段血都不一樣 接著我這裡 應該是遞減 我明白了 遞減 第一下是1300 第一下是800 然後是200 然後是200 179 179 179 再看一次 大家不要覺得滿了 你自己快進吧 等一下 我要回到那裡 8741 8741 第一一下大約600 你看到 第一一下是600 然後是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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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5 835 725 等rep 第三一下是400 大家不知道怎樣出事 assy 第一下應該是八百多,如果沒看錯 然後只剩下四百多 如果打後每下只有四百多就很誇張 你這樣滿血就沒得看 這樣是很沒意思的 官方示範的片就很白癡 要看一下炸王 炸弱點 八幾萬,你說厲害嗎? 當然不先炸弱點 但他始終有一個條件限制 但他很容易炸到 因為他六個範圍 即使我當你貼著一隻王 就算你來一隻王 有一點距離也好 只要你這傢伙站在中間 其實我覺得整個畫面都可以炸到 其實他有點像路西法 大家會留意 但他的範圍是比路西法容易掌握 因為路西法不能太貼 小怪 盤你貼著小怪在路西法的圈圈 但這個爆炸 在他周圍爆炸 某程度上是容易掌握 我覺得 真正正 無可挑剔 然後我們看這個大技 潘朵拉的盒子 這個又是很神經 很搞笑 向著追擊的方向 就扔這個潘朵拉的盒子 你留意到每一hit就會扣 100萬 因為他分身都算血 所以差不多扣200萬 還有單防禦 可以降防禦 單防單攻 你看看 本身有沒有單攻 本身沒有單攻 其實是屈肌的 你玩完 你這樣做壞了 你看 扔個盒 單防單攻 你玩完 首先你這個潘朵拉的盒子 不受任何防禦罩 影響 不受導引彈的 導引吸收的影響 即是你追擊範圍內 只要有小怪 實際上去那個area 即是他的線是有多粗 就不知道 但我當你一個彈珠 面積這樣計 其實這樣的範圍內 吃的話 就扔一個盒 單防單攻 一匯匯100萬 其實很屈肌 這個 我相信追擊炮子中最實用 我都是非拒莫屬 給什麼真摯的都不夠他好用 因為他送多個單防單攻 根本是 攻防合一 這個其實真的很屈肌 不要那麼離譜 設計得 離譜一點 但有多少回合呢 覺得他這個單防單攻有多少回合 我們需要知道 但我想 官方的影片一定會做給你看 我相信 他們這些影片真的是 他每次做到這些影片 我看完這些影片之後 就會覺得這些東西很差 因為他們用得真的很差 很多時候會令我判斷失誤 但今次就這樣看都覺得厲害 他這裡沒有說會單防單攻很久 他這裡沒有說 實際上你知道那個 東西是這樣 他這個也很厲害 說實際上 他這個本身的運氣技是 有情 稀有的有情 敵普 敵之攻擊量 增加 即是有情會心 可以這樣說 即是類似孖祖 即是說那個爆炸會加攻解 我真的沒話說 這隻 其實說實際上 如果你問我 潘朵拉神化和進化都需要有一隻 你最少要抽兩隻 我自己會這麼建議 那我們看神化 神化 神化呢 看完之後 就沒有進化那麼厲害 如果你問我 神化 先看看技能 神化 我忘記了 應該是反傷壁 這個人文 這個人文 看看 對 反傷害壁 即是 反傷害壁 反風扇加上盾符 這個盾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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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覺只有這個黑色貓有 你會發覺懸疑經和野測機是沒有的 你會發覺它兩個沒有盾符 這個盾符應該是無敵的 如果我沒有理解錯這段影片的話 後面會有說 我聽不明白他們說什麼 但我看圖畫 然後再推理到 這個盾符應該是完全無敵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理解錯這件事 這個重點就在這裏 這個重點就在這裏 原來並不是潘朵拉撞三隻 任何一隻都有盾符 他一定要是第三隻撞那個才有盾符 簡單來說 這個存在幾個問題 首先 你只可以幫其中一個人加盾符 第二個問題就比較嚴重 即是說 如果你想加盾 你就必須要撞三隻 你那一彎是需要撞三隻 而潘朵拉是一隻反射寵 簡單來說 有些場合判那關的小怪非常密 你不可能保證自己撞到三隻 而第三隻想加盾的目標 你又很難控制到你是給他 簡單來說 這個被動 我覺得就沒有一開始我們覺得那麼厲害 我們覺得一開始我們看一段字 是真的以為三隻都有盾符 實際上大家明白了 現在是要第三隻撞那個隊友才會有盾符 你就需要知道 留意一件事 就是你是不是一彎都撞到三隻呢 這個就是你要考慮的問題 所以 因為這個原因 令我直接覺得這隻 沒有一開始覺得那麼厲害 但是當然 但問題是他的友情真是好打瘋 他的友情竟然是雙鱷尿 即是正庫友情也是鱷尿 加上他的炮擊型 你說瘋不瘋 主友情就是暗屬性 庫友情就是水屬性 基本上都是瘋的 即是等於水貓條尿 由於你記住他是炮擊型的關係 所以就真的很高攻 對 OK了 友情那邊沒有特別的事 又是因為盾符語 這個一定要第三個才有 這個應該是夜叉回遊 不是他想怎樣撞 嘩 第三隻就是這樣 這樣就很容易理解 這樣就很容易理解 好 這裏為什麼我會覺得盾符是無敵 也不是 其實是不是無敵我真的不肯定 嘩 不是 嘩 不是無敵的 Sorry 我先跟進 嘩 盾符那麼廢 等一下 對 盾符不是無敵的 對 嘩 都挺容易穿的 你看看 你看看 簡單來說 這個盾 因為他本身吃了豆的關係 所以你不能就這樣扣 一夜叉給這個 叉機 給這個 貓 是多吃幾血的 所以實際上扣多少 就都不太肯定 但就這樣看 都不方勁的了 即是不會太極 那這個盾有什麼作用呢 首先就是 用來擋一些一次性的攻擊 例如 盤光超白爆 或者 擋一些異常狀態的攻擊 例如 放毒 放毒 那盾就最大用途 那 其實實際上 都不算太好用 如果這樣看 因為盾 很高就爆了 看看 好看 第一次就爆了 好像是否看錯了 我不是看錯了 他第一次就爆了 等一下 我們要慢鏡重課 這隻真的要慢鏡分析 快一點 他先射一條 哇 哇 哇 他真的 喂 他真的 真的 盾都百多血 那算法 他第一次是Laser 當你重疊好未 這個盾是1000血流下 我怎麼算 這個盾都應該是1000血流下 哇 哇 很流流的 真是 純粹為了擋一次過的攻擊 或者異常狀態 就真是 見仁見智 野獅說這個盾不能賦予這些角色 例如路西法的盾和橄欖 這兩個角色有盾的情況下賦予不能 另外賦予不到的就是復步伴藏和小紅帽 因為他們兩個絕招是完全無敵的 簡單來說,例如山神、令蘭、溫席尼的盾 這個盾都不能增加上去 因為這些盾是高級的,完全是無敵的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你知道有這樣的盾不能增加 絕招威,5人分身加上縱領 我看的影片應該是大號令 屬於大號令 即是他不需要直接撞到隊友 我再看一次,我不太肯定 大家不要看上面了,看完已經 看他有沒有東西撞到他 我不肯定分身撞到他,是否那一刻會計 快一點點吧,come on 好了 超慢的 對不起,不是大號令 這樣看就知道這個並不是大號令 因為你看到他是沒有動的 即是要撞到才撞到 這裡我們再看看 我看看是要本體撞到還是分身撞到 應該是要本體撞到才會動 因為這個我真的不肯定 因為第一次看到這樣就號令 因為我不太肯定分身撞到算不算 應該就不算 簡單來說,你當我的分身跟白牙一樣 但白牙那裡就 白牙不會號令人 他這個可以號令自己有 所以就要撞到才會動的 對,並不是大號令 這個狗正 你看到佩洛就 我不會看的 劇佩洛我真的不會看 兩百多萬 嘩,等等 他自己有友情 因為 號令的東西大家也知道 號令是可以計到自己的友情 大家也知道這件事 第一下友情是可以計到的 如果你搬你潘朵拉撞到 圓宜經 圓宜經撞到這個夜叉 這個夜叉可能是會用友情的 這些簡單號令的東西不用再提 你看看 好了 OK 你看到OK 沒問題 這個絕對是厲害 24個回合有這樣的效果 那麼 合格的號令 絕對是 而且我覺得都挺厲害 因為本身這個是屬於拉線系的友情 所以這些人用號令一定很厲害 例子你可以見白牙就是了 喂,你需要重覆這麼多次嗎 所以這兩隻我覺得是進化神化 各有用途 對,各有用途 基本上你問我 我就強烈建議是兩隻全抽 但我可以再重複重新多次 我覺得神化真的沒有被動的加盾 即是沒有開頭覺得這麼op 對,你說跟路西化的盾比 還有一段距離 我覺得路西化的盾會比較實用 因為路西化每一關都會自動重置自己的盾 有萬多血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路西化的盾一定是實用過這個 絕對實用過這個 絕對實用過這個 但是看回你 因為始終這隻潘朵是新時代的產物 他的友情、被動和絕招 其實都可以超越路西化的 如果你說兩隻都是反雙來計 我覺得將來的關 還有他現在有反風扇這個被動 我覺得很大機會 2017年的新關 是反風扇都開始流行 開始要盛行 因為你看到有些重 部份重也有反風 已經開始 大家最好有個心理準備 路西化我都很肯定 今年會 即是2017年會 會瘦神化 大家再期待一下 進化就厲害 絕對厲害 如果你玩日版 當然是要抽 我說什麼你都會抽 台版就 不知道 因為我們台版利亞都沒出 那隻是蘿莉亞 那隻是雪菜 香菜還是雪菜 反正都可以吃 那隻超瘦神龍隊還沒出 那就是這樣 台版我們有點跌眼鏡 因為之前我猜 這個光爆是12月 我猜錯 現在只剩下兩天 他都不會突然爆出光爆 可能都是一月 大家預計一月 如果一月都沒有 我真的沒話可說 因為一月的話 應該是光爆出先 還是光超零出先 我又不知道日版的排序 那我猜 那你一月一定要 因為一月一定要 日本的新年元旦 是大功能 是很大的大型活動 我相信怪彈都會跟上 那台版應該都會有些事情 最簡單就是出一些新關 對不對 應該很大機會 很大機會會是光爆 或者光超零 我自己覺得 我猜 台版不會突然爆出 突然爆出 突然爆出 有這樣的可能 台版做事 是永遠猜不到 是有驚喜的 如果他真的 完全出先的光爆 不是說不可能 台版做事 真的不用教 那我們繼續說一下 日版的新水爆 就是鳳來仙境 不死神仙 其實看我Facebook也說了 即是已經說完了 基本上 除了他的血量 真的 我好久沒見過 那隻人的血量 是這麼貧血的 即是沒有磚那些血量 18000 攻擊力其實 我覺得片大型 21000多 最能之後 大約25000 不是說低 但是爆絕來說 這個算是比較低功 但始終他是速度型 速度460幾 三位來說 拉上補下 速度型來說 算是這樣 算是這樣 那他的 被動就是 非人反傷 第三個我不太記得 我一時間想不起 這個人物是什麼 我當他只有非人反傷 其實都夠 這個被動絕對是夠的 因為你水屬性可以取代到 這些降臨真的不多 因為這隻可以極運 理論上這隻可以極運 那你是不用錢的 那他是不是反駁 應該不會 如果他反駁 就很厲害 那真的完全是打火爆 應該不會 應該不會 那我們先不要理這個 那絕招就是 神仙之力 美方動擊 很明顯是一個 號令技的意思 這個字有點像是大號令 神仙之力 他的名字這麼響 因為你永遠看 看一段字 你猜不到是大號令 還是正常號令 那這裡我猜是大號令 對 因為降臨真的很久沒有出過一個大號令 即是八旗到現在 很大機會是大號令 有情記再說一次 我覺得有情記很厲害 應該是類似這個阿拉丁 因為水貓進化 沒什麼人知道 那我用阿拉丁做例子 大家明白了 他這個衝擊波應該是 距離越遠 就會擴大 你看一段日文 擴大 衝擊波 貫穿的衝擊波 即是說 你的衝擊波越拉越遠 但是留意 阿拉丁的炸彈一碰到東西 會爆炸 沒有了 但是這個衝擊波 因為貫通的關係 就一直這樣拉遠 所以說是一個 越拉越遠的 一個線型的衝擊波 是非常強勁的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超強勁的 六萬六萬幾一下 那如果配合某些角色 開了BOSS的弱點 即是水晶 很久沒有人用的 水晶開了黃的弱點 你一下有情 這樣片過去 都幾痛 應該都幾痛 加上他的副有情 是這個 山城神的激幹 即是畫面很亂 令你掃不切傷的 畫面 但他的攻擊力 當然不要太期待 但他這個有情技 應該都幾厲害 應該都幾厲害 這隻我評價都幾高 暫時這樣看 因為真的無可挑剔 即是不用錢 你想怎樣 OK 絕對值得 還有一個畫面都幾美 畫面幾美 還有我們大中國神 我們作為一個 我對於古代的中國非常景仰 只可以這麼說 所以這隻 我們都不多 不多不少會有感情 應該 今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台版沒什麼要說 只不過是同步 木天和路西法的Skin 即是正月抽彈 我自己有說過 是不喜歡這些皮膚的東西 我不會搞的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都照樣抽 因為路西法那個 都挺漂亮的 機會難得 如果你石刀都沒有用 我一抽 但你抽完 你都是預了擺倉 你都不會用的 即是路西法你都很少用 你用你都不用用自己一隻 所以真的抽完之後 你預了托冠 木天他得進化版 都可以 木天的進化始終是繁勇的神法 你抽木天都 勉強可以說服自己是有用 這樣看 今次的影片我們來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